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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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是如何存储的呢 有哪些存储介质 它们如何能存储被计算机识别的零和一的呢 大家看 这是什么 认识吗 这是曾经使用过的打孔子弹 通过在纸上打孔 用有孔或无孔的状态来对应一或零的 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二进之数形式的信息保存在纸上了 还有一种常见的存储介质就是光盘 光盘是利用激光束在其表面形成的小凹坑来存储信息的 用有坑或没坑状态来对应一或零 大家知道了吧 为什么平时形象的说可光盘了吧 还有一种常见的存储介质 就是磁盘了 磁盘的存储技术 是通过改变磁粒子的磁性 从而在磁性介质上记录数据 大家见过图中的这个3.5英寸磁盘吗 由于它的存储容量太小 已被存储容量更大 体积更小的产品替代了 能硬盘除了这个机械硬盘外 还有固态硬盘等 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 信息的存储介质也必将会不断地更新换代 复习回顾二 信息的压缩 信息为什么需要压缩呢 老师我来回答 就是为了更少的占用存储空间 更大的缩短传输时间 回答正确 如老师这里有个网课知道的文件夹 接近八级字节 想copy到移动硬盘上 发现空间不够 想上传至网盘分享时 结果又是上传时间实在太长 那像这样因为文件的数据量太大 而面临存储空间不够或传输时间太长的问题时 那我们就需要想想办法 看看是否能进行压缩 来减小文件的存储数据量 以便能更少的占用存储空间 更大的缩短传输时间 那信息为什么能压缩呢 信息之所以能压缩 是因为存在冗余 那接下来就跟随老师 一起来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大家匆匆也体会一下 荣誉的含义吧 录图所示 这幅分辨率为16乘16的16色位图 它的存储数据量为多少字节呢 上节课 我们刚刚复习了位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方法 小雅 你来算一下吧 好的 因为是16色位图 那么用四位二金之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分辨率为16乘以16 计算16乘16乘4除以8 结果为128字节 回答正确 目前的这种编码规则 因为每个像素 都使用四位二金之数表示 而每行都是16个像素 所以它的每一行的存储数据量 都是64个bit 8个字节 一共16行 所以128字节 大家看看 这个有改进的地方吗 能不能找到减少存储数据量的新规则呢 老师 我发现图中不少像素的颜色是相同的 我有个办法 如第一行用16个相同白色来表示 小大同学能想到这种方法 很好 这样我们先把这幅图的第一行单独拿出来讨论吧 按照原先未图的编码原理 存储每一行的数据量都是8个字节 那我们来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压缩的新规则 看看压缩后的存储数据量为多少 刚才小大同学说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16个相同白色表示 不过老师觉得因为规则的表示呢 最好能明确精炼一点 所以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呢 老师我想到一个规则 颜色加连续个数 那改成白色16个 很好 这个字也可以不要 用白16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用几位二进之数表示这白16呢 老师我知道了 颜色信息依然是16色 还是用4个bit来表示 而每行相同颜色的连续个数 最多不会超过16个 那么也用四位二进之数表示 所以需要8bit一个字节 回答正确 大家看 换了这种编码规则后 存储数据量 原来是8个字节 现在只要一个字节了吧 缩小了很多吧 不仅存储数据量减小了 而且发现没有 还能完全还原回去呢 还原后的数据 还可以跟原来的完全相同 那我们再来看 那幅图像的第二行颜色信息 看看采用这个新规则压缩后 存储数据量为多少字节呢 小月 你来计算一下吧 好的 按照新规则 颜色加连续个数 这行一共有三段颜色 白石 蓝二 白四 一个颜色断占一个字节 所以结果为三个字节 回答正确 结果是三个字节 可刚才第一行的结果 是一个字节 他们为什么采用相同的规则 结果却不同呢 老师 我知道 一行中相同的颜色连续重复的越多 颜色断就少 所用的字节数就少了 对 分析正确 字节数少了 那占用的存储空间就小了 所以像这样 按照新规则 我们是用了占用空间较少的符号 来替代数据中包含的重复数据 从而达到了减少存储空间的目的 这就是去除荣誉的一种方法 那么 整幅图像 使用新规则压缩 压缩后的存储数据量 又为多少呢 按照压缩的规则 把每一行的内容 表示为颜色加连续个数 大家课后再仔细数吧 先来看这是老师数出来的结果 根据这个结果 我们再来计算出 每一行所需的字节数 所以最后结果就79字节 大家仔细看一下 每行压缩后的字节数 其中有三行压缩后的数据 反而比原始的八字节要大呢 看一下这三行的内容吧 哦 原来因为颜色 信息段太多了 那能不能再修正一下规则 还有减少存储数据量的余地吗 小达 你再来想想 有什么好办法吗 方法是有 但可能要影响原始信息了 如果三行中间隔的白色 全部用红色替代呢 这个建议不错 我们不妨来试试 那我们修改下规则 再增加一条 如果一行像素中夹杂着零星不同颜色的话 则用两边的颜色来替代 那么修改这个亚缩规则后 这幅图的存储数据量又有什么变化呢 小月 你再来算一下 好的 按照新规则发生变化的是 第五行原来有九个颜色段 现在三个 第六行原来十一个颜色段 现在五个 第七行原来十个 现在四个 这样一共减小了十八个字节 压缩后的字节数为61了 回答正确 好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样压缩后 再还原的话 和原始信息相比 是不是没有原来的精确了 从质量上讲 我们说是不是有一点小损失了 但是如果对图像信息的要求不高的话 虽然损失了这部分的质量 最终也没导致我们对原始数据表达的信息 产生误解对吧 但我们换来的效果 却是存储数据量的减少 所以小达的这个方法 尽管损失了一小部分质量 但还是成功地减少了存储数据量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 大家理解了什么是冗余了吗 小月 嗯 我理解了 就是那种多余的 重复的 还有那种可忽略的不影响 最终信息完整表达的 都可以理解为冗余 回答正确 信息压缩的实质啊 其实就是在不损失有用信息的前提下 对数据进行重新编码 去除数据冗余 达到减小存储数据量的目的 从前面的讨论中 我们发现信息压缩后 还原后的结果 与原始信息相比 有两种情况 小达 你来小接一下好吗 一种 信息压缩后 进行解压缩还原 还原后的数据 与原来的数据完全相同 这种方式称为无损压缩 另一种 在压缩过程中 会损失一定信息的 压缩后的数据 无法还原成原始数据 这种方式称为有损压缩 回答正确 老师再补充一下 如果采用有损压缩 还原后的数据 肯定没有原来的精确 质量也有所损失 但不会导致人们 对隐私数据表达的信息 产生误解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复习一下 这两种信息压缩的方式吧 无损压缩 我们常用软件 WinZip 或者WinIR来实现 用它们生成的压缩包 是可以解压缩还原 还原后的信息 和原始信息 是完全相同的 则是教材光盘里提供的 实验素材 用WinIR软件进行压缩 生成一个IR压缩包文件 然后再进行解压缩操作 还原的信息和原始信息 可以是完全相同的 大家课后也可以像老师这样 利用这些素材 自己再来操作实验一下吧 好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道题 有两个文件 10.doc和11.doc 它们的内容 如下图所示 使用WinIR软件 将它们分别压缩成 10.IR和11.IR 先请大家观看 这个动画演示的压缩过程 比较这两个压缩包文件 与原始文件大小 并分析可能的原因 小雅 你来分析一下吧 好的 我发现原始文件 比较大的那个压缩包 反而小了 再看它们的内容 原来是10.doc文档 重复的内容 比11.doc文档 要多很多 所以压缩后的文件小了 回答正确 文件中 重复的内容越多 无损压缩后的文件 越小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方式 有损压缩 有损压缩 被广泛应用于 视频 声音 和图像等信息的压缩 如视频信息 由于 它是由图像 声音等信息合成 而且每秒钟 要播放 25帧的图像 但只要不切换 场景 后面一帧图像 以前面一帧相比 画面上 大部分像素 都没有变 特别是背景 所以 存在大量 荣誉信息的 MPEG 就是常用的 视频信息 有损压缩格式 它的压缩依据 就是把 后续图像 和前面图像中 相同的部分 去除 从而达到 压缩的目的 那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视频 静态图像 和声音信息 适用的 有损压缩格式吧 小达 你来连一连 好的 JPG 是静态图像的 压缩格式 MP3 和WMA 和RA 是声音信息 的压缩格式 MPEG 和WMV 和RN 是视频信息 的压缩格式 回答正确 那这些信息的 有损压缩啊 通常就是 采用软件 通过 这些格式的 转换来实现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BMP格式 转化为 JPG格式的 有损压缩的例子吧 一幅 小鸟图像 BMP 微图格式 转化为 JPG格式后 我们没有明显的 感觉到 这两幅 图像内容的 变化吧 那看一下 这两个文件 压缩前后 大小的变化吧 压缩前 1407千字节 压缩后 只有 107千字节了 我们把 压缩前的字节数 1407千字节 比上 压缩后的字节数 107千字节 计算一下 压缩比 约为 14比1 通过这个压缩比 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出 压缩效果了吧 我们再来看一个 VIV格式 转化为 MP3格式的 有损压缩的例子 这段 音频文件 从 VIV格式 转化为 MP3格式后 那我们同样也来观察一下 它的大小的变化 小月 你来计算一下 压缩比吧 把压缩前的字节数 比上压缩后的字节数 1330千字节 比243千字节 计算结果 约为5.5比1 回答正确 这些图像 声音信息的格式转化后 通过计算压缩比 我们可以看出 压缩效果 都是很明显的 课后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利用教材光盘里 提供的实验素材 或自己找一些素材 尝试一下 AVI视频格式 转化为 MP4格式的 优损压缩实验吧 同样也计算一下压缩比 看看压缩效果 好 我们来观察 这三个 BMP格式的 图像文件 它们原始大小 都是 2300 05千字节 格式 转换为 洁癖机后 为什么大小 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呢 小雅 你来分析一下吧 好的 我发现 这与它们的内容有关 内容最简单的纯色 越容易去除冗余 压缩后 文件是最小的 哦 我明白了 与之前的两个 Word文件 10和11 一样的道理 重复的内容越多 压缩后 文件越小 回答正确 无论是无损压缩 还是有损压缩 压缩的实质 都是重新编码 去除冗余 我们再来练一点 以下哪些 只能是用 无损压缩 哪些可以采用 有损压缩的呢 小月 你来找一找吧 好的 只能是用无损压缩的 有两个 TXT文本文件 XLS电子表格文件 可以采用 有损压缩的有 AVI视频文件 WAV音频文件 BMP位图文件 回答正确 一般文本文件 电子表格数据文件 其实还有程序文件的 我们对内容的要求 比较高 只能适用于 无损压缩 而图像 音频 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就可以采用 有损压缩了 注意 无损压缩 和有损压缩 适用的情况 来 看这道题 小林需要对 如图所示的 课题资料文件 进行压缩 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小达 你来分析 解答一下吧 好的 因为无论是无损压缩 还是有损压缩 压缩的实质 都是重新编码 去除荣于信息 RA2压缩包文件 是无损压缩 不是有损压缩 有损压缩通常通过 格式转换实现的 而且是质量还原不回去的 所以 只有低选项的说法 是正确的 我选低 回答正确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大家也经常会遇到 像小林这样 对课题资料文件 需要进行 信息压缩的需求吧 希望大家 能理解 信息压缩的实质 并且能根据需求 选用 无损压缩 或有损压缩的方式 学会对信息 进行压缩 好 小记一下信息的压缩 信息压缩的目的 更少存储 更快传输 信息压缩的实质 重新编码 去除冗余 信息压缩的方式 有无损压缩 和有损压缩两种 好 本课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复习 希望大家能进一步 理解以下几个概念 冗余 无损压缩 有损压缩 能理清这样两个关系 信息的存储介质 与01的关系 以及信息压缩 与冗余之间的关系 能根据需求 选用合适的压缩方式 使用Winzip 或WinIR 进行压缩 与解压缩 并尝试对图像 声音 视频等多媒体文件 进行有损压缩 对这些方法 能多实践 多应用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如何对信息进行压缩 是我们平时经常需要的技能 希望同学们课后 对这些压缩方法 进行归纳和总结 多实践 请思考 把这些方法 内化为自己的能力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